本來今天早上是要去拜許總的 因為要掃墓 但是兩天前剛好也接到領隊的電話 今天要當那個開球的 所以當下其實是心情有一點小起伏 踏上抖六球場其實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許總在的時候 他有帶我來 我是做觀眾戲 那今天是踩在投手球的話 心情的起伏難免多少會有 其實每次只要跟兄弟對打的時候 他的心情是真的會 許總的心情真的會 讓自己稍微沉穩一下 我個人是感覺 他每次只要對這樣像 那一天他的飯都吃得很少 他的飯都吃得很少 對 然後就是一碗飯 他都是他很喜歡喝湯的人 所以他每次吃完一碗飯 再喝一碗湯 然後有時候是兩碗湯在喝的人 可是他只要對到像 我每次都說吃不下去 然後他就說沒有啦 再讓心情稍微那個 不要吃太飽這樣子 對啊 就是還是會有感受到 他其實是跟球員一樣 心情是比較亢奮 那所謂的亢奮 我就就像他們常在 有時候沒有打球的時候 自己跟球員在聊的那個階段是一樣的 就是某某球員走過去的時候 球員就在那裡挑釁 那一種熱血就衝會 會整個一直往上竄這樣子 其實不是不好的 不是不好的 以前的榮相的那個球員像 八點檔的鄉土劇 這是我常講 我跟徐總講 那個鄉土劇又來了 要摔椅子又要幹什麼 他就說不會啦 不會啦 不會常演這種八點檔給你看這樣子 對啊 所以就祝福他們心榮心向